柳如烟的前男友得了癌症 我匿名给他打了笔钱 却还是被发现 柳如烟把卡摔在我脸上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要拿钱去羞辱他一个将死之人 我静静地看着他 当初是你主动向我求婚的 柳如烟 得知柳如烟的前男友患癌那天 原本是我们订好的周年旅行 我收拾着行李 转头询问柳如烟的意见 那条白色的连衣裙要不要戴上 而他站在原地直直望着手机屏幕 仿佛丧失了无感 柳如烟 我又叫了一声 他如梦初醒般抬起头看着我 一腾成 我震了一下 怎么了 一腾成要死了 说完这句话 他没有再看我一眼转身往门外走 他走得很快 好像慢一秒就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 我跟到医院去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在病房里找到了一腾成 他沉着脸翻完了他的确诊报告 然后问他 什么时候的事 一腾成在病床上蜷缩成小小的一团 脸色苍白近乎透明 上个月体检查出来的 一声说已经太晚了 不可能治愈 话因为落他看到站在门口的我 忽然哭出声来 对不起无言歌 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婚姻 我只是太害怕了 我才24岁我不想死 柳如烟转过身 顺着他的目光看到我 表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眼神里也带着责备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时候提起那场因为没有度蜜月 而约定的周年旅行 似乎太不知轻重了 于是我安抚的冲一腾成说 我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不需要 不等一腾成出声 柳如烟已经先一步开口 语气极为生意 你回去吧 离开前 鬼使神差的我回头看了一眼 柳如烟已经把一腾成揽进怀里抱得很紧 一腾成的脸搁在他肩头 闭着眼睛 眼泪好像怎么都流不紧 我只有你了 他哽咽着喃喃地说 柳如烟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你了 柳如烟更用力地抱紧他声音色然 我知道 似乎他们之间 从来都是情投意合不从分离 我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心里漫无边际的情绪 涨潮搬涌上来 却什么都不能做 在死亡面前 健康的还活着的人 有任何情绪都是不懂事 我和柳如烟是青梅竹马 从16岁就开始恋爱 后来我家出现了一些变故 不得已要送我出国 因为时间不确定 我向柳如烟提了分手 他发了很大的火 说我不信任他才不肯一国恋 可到我离开那天又红着眼圈来机场送我 无言 我会等你回来 不管多久我都会一直等着你 就因为这句话 那些最难熬的那些日子 我一个人也硬生生撑下来 用三年时间修完了原本五年才能完成的课程 可我回国时 柳如烟的身边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一个瘦小但很帅气的男生 叫伊藤成 是他同校的学弟 听说是追了柳如烟很久 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两年 柳如烟才勉强同意和他在一起 回国后我们这些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聚了一次 有人提起伊藤成 如烟姐去哪他都跟着 喝了酒他就陪着吹风请酒 病了他就熬粥送去照顾 听说今天我们聚会 他本来还想跟着来呢 柳如烟凝着眉明显心情不是很好 别提他 对对对 我忘了 现在顾无烟回来了 如烟姐也该跟他划清界限了 我下意识看了柳如烟一眼 他正低头盯着手机屏幕神色沉冷 那天聚会散得并不算愉快 结束后柳如烟问要不要送我回家 但看他表情里暗藏的焦躁 我能猜到他心里其实并不是那么想送我 于是我静静道 不用了我没喝酒 自己也开了车 他像是输了口气去车离开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 那天是伊藤城的生日 他坐在摩天轮的最高点 捧着蛋糕发来一张强颜欢笑的照片 柳如烟一路飙车 终于在午夜12点前赶到了他身边 回家后 收拾到一半的行李还摊在卧室里 我又把箱子里的衣服一件件剪出来放好 再拿到洗漱包时动作一顿 那里面放着一只电动T恤刀 已经有点旧了 很鲜亮的天蓝色 不像是柳如烟会买的 那么是谁送的 答案自然不言而喻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 然后把他收进抽屉 天黑之后柳如烟终于回来了 他的眼睛里都是血丝 眼眉也微微发红 神情带着一丝茫然的颓色 我迎上去看着他 机票和酒店我已经退掉 爸妈那边 周末回去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声 就说答应要带的东西 可能这次带不了 下次出国的时候再多买一些吧 我只是很平和地在交代 这次旅行半路夭折的善后处理 但柳如烟却突然生气了 他盯着我的眼睛语气很不好 这点小事还要跟我说 你自己处理不就好了吗 我愣了一秒 不知怎么办 忽然想起好多年前 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念同一所高中 却不在一个班 我被班上的男生找麻烦 于是想办法联系到他们家长 结果放学后 被更加怀恨在心的几个人 堵在器材室里 因为自幼养成的性格 我习惯自己处理事情 做这一切我都没告诉柳如烟 但他还是赶到那里 替我驱赶的那些男生 都转头生气地看着我 为什么遇到麻烦不跟我说 我一个人能处理好 让我有什么事情 都下意识跟他分享 要做什么也会告诉他一声 而现在他跟我说 这点小事还要跟我说 你自己处理不就好了吗 像是察觉到自己情绪的失控 柳如烟微微一顿 语气缓合下来 对不起无言 我心里有点烦 我深吸一口气 我去洗澡 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房间里不见柳如烟 我找了一圈 才发现他在二楼的露台上抽烟 一只接着一只 柳如烟不是个有烟一门 当初他和一腾城大吵一架 提出分手后 过了不久便向我求婚了 那天一腾城也在求婚现场 他脸色苍白的 站在原地哭得很惨 柳如烟看到了 却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那天半夜我醒来后 发现他在阳台抽着烟 直直望着北边的夜幕 几点稀疏的心思 那个方向正好是 整座城市最高的摩天轮 和上次一样 我什么都没说 默默地回到卧室 不知道是不是着了凉 第二天早上醒来 头痛欲裂 我原本就有偏头痛的毛病 翻箱倒柜找止痛药室 柳如烟忽然从浴室 冲出来大步走到我面前 神色阴沉至极 他声音里压抑着 显而易见的怒气 我的剃须刀呢 太阳穴一跳一跳地 鼓着发疼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柳如烟忽然一把 攥住了我的手腕 顾无言 我的剃须刀呢 他又问了一遍 抓住我的那只手 用力又极大 我吃痛的倒抽了一口凉气 在床头柜抽屉里 柳如烟一句话都没说 转身去找那个 一腾成送他的剃须刀 我甩了甩发红的手腕 低头翻出指痛 要咽下两颗 那场突如其来降临 在一腾成身上的癌症 已经夺去了柳如烟 全部的心事 所以他完全无暇 顾及我的头痛 也是 那只不过是一点 无足轻重的小毛病而已 至少对他来说 后面几天柳如烟 没有去公司上班 他到处联络 几乎找遍了整座城市 所有顶尖的肿瘤医生 他们给他的结论 都是一样的 一腾成的癌症 已经到了晚期 再怎么治 也只能延长 他些许的生命而已 这个结果每被确认一次 柳如烟脸上的痛苦 就会加深一分 那天黄昏 我从公司开车回家 正好撞上院子里的 柳如烟和一腾成 比起上次见面 一腾成又瘦了一点 他换下了那身 蓝白条纹的病号服 穿着一身休闲装 正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 夕阳金红色的光芒扑下来 给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 一点点度上满意 而我的妻子柳如烟 正担心跪在他面前 给他苍白的嘴唇 涂上淡色口红 起码嘴唇这样看上去 就没那么苍白了 我坐在车里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那个瞬间 我不由自主地想 或许柳如烟人生中 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和我结婚 我在附近的酒吧坐到半夜 柳如烟好像终于想起 世界上还有一个我 于是打来电话 吴烟你在哪 不等我回答 这头就有乐队演奏的声音 传入电话中 柳如烟的声音顿了顿 我来接你 他过来的时候 乐队已经唱完 最后一首歌下台离开 我坐在角落里 桌面上放着一杯 没喝的Mojito 柳如烟站在我面前 昏暗的灯光打在他脸上 看上去莫名有种冷素 怎么一个人来这里喝酒 没喝 就是点一杯 坐着听听歌而已 听我这么说 柳如烟的脸色好看了一点 他抓住我的手 走吧 我们回家 坐进车里的时候 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消毒水味道 显而易见 他是把伊藤城送回医院后 才终于想起了我 于是我问 伊藤城最近怎么样 事实上 在得知他的病情之后 这些天 我一直在柳如烟面前 保持着心照不宣的沉默 这算是第一次开口提及 他必无可避只好回答 不太好 我已经安排了 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 但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像是意识到这话的不妥当 他又补充了一句 吴言 你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之前 对他不太好想补偿一下 这倒是实话 我听那些在国内的朋友说过 柳如烟对伊藤城一直很不好 我出国后半年 柳如烟就认识了伊藤城 因为他帮自己解决了麻烦 伊藤城对柳如烟极尽感激 这种感激很快进化成那种蓬勃生长的爱 接下来的两年 不管柳如烟怎么能脸以对初烟嘲讽 他始终保持着极致的热情 最后他终于被打动 但即便是恋爱的时候 也是伊藤城付出比较多 想到这里我常常的吐出一口气 何况他快要死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柳如烟的嗓音里甚至带着一点哽咽 这种活着的健全的人 面对无法战胜的病魔师的无力感和愧度 我其实体会过 正因如此 此刻的我才显得如此无力 哪怕柳如烟是我的妻子 哪怕我才是她合法的办法 接下来的车程一路无话 回家穿过庭院时 我下意识在那架秋千前停顿的一脑 柳如烟回头问我 怎么了 我摇摇头 没什么 只是好刺眼 我提出要跟柳如烟一起去医院看望伊藤城时 他的第一反应是很警惕地盯着我 我装作没察觉到 不行吗 过了好几秒柳如烟才硬了声 可以 大概是最近治疗效果还不错 伊藤城的气色好了不少 见面聊了几句 他忽然提出想出院工作 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真的痊愈了 但生命最后这几个月 我还是想尽量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可以吗 他一脸稀奇地看着柳如烟 他又怎么会拒绝 柳如烟提出要把伊藤城安排进他家公司 伊藤城立刻摇头拒绝 不行不行 那不成了走后门吗 我要凭自己的能力堂堂正正找一份工作 毫不意外的柳如烟找到了我 他的薪水我来付 你什么工作都不用给他安排 不会影响到你的 我忍不住扯了扯唇角有些嘲讽地问 柳如烟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他微微一愣然后叹了口气 可是他生病了 是啊 他生病得了癌症快要死了 所以他要做什么 我们这些健康人都得无条件地迁就 两久 我从包里翻出一张名片 逼到他面前淡淡地说 我把人事的联系方式给你 你让他投简历走正常面试流程 柳如烟到底没接那张名片 柳如烟走出去很远 我依旧站在原地动也没动 维持着最后一丝体面 回到公司后 我让助理去调查了一些有关伊藤城的事 和我想象的差别不大 他身世悲惨 没有爱他的父母 日子一直过得贫困 柳如烟就是照在他身上唯一的一束光 如果没有柳如烟出手帮助 他可能连癌症的医疗费用都付不起 于是我让助理以他家人的名义 给伊藤城卡里打了笔钱 不让他进我的公司 是我死守着这场婚约的底线 给他这笔钱是同为人的一点联系 只是我没有想到 这事还是被柳如烟查出来了 那天晚上 我回到家 刚一开灯就看到他站在玄关外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有点意外 今天回来这么早吗 回答我呢 是一张猛然甩过来砸在我眼角的银行卡 一点刺痛从太阳穴蔓延开来 随即痛感渐渐加重 连指尖都蜷缩起来 柳如烟大步走到我面前 用力扣住我手腕 声音里带着怒气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要拿钱去羞辱他一个病人 我没有 我只是 顾无言 你从小就有富裕美满的家庭 去国外念最好的学校 回国后就进了家里的公司 我也和他分手跟你结婚 一路顺风顺水地走到今天 你什么都不缺 可他什么都没有 羞辱他能让你高贵的身份 再更上一层吗 我闭了闭眼睛 无数过往的画面换灯片一样 从我脑海闪过 像一场支离破碎的电影 柳如烟 我努力想让自己的声音 保持惯有的冷静 可还是戴上了一丝颤抖 你不能这么跟我说话 你不能呢 柳如烟松开我的手 后退一步看着我 似乎想说点什么 可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 屏幕上闪动着伊藤城的名字 柳如烟脸色微微一变 毫不犹豫地和我擦肩而过开门出去 我盯着墙上的挂花 抬手在眼尾的伤口轻轻按了一下 横痛加剧 那天晚上之后 柳如烟有好几天没有回家 他始终没有联络我 但我仍然知道 是伊藤城的病情恶化 他疼到难以忍受 所以哭着给柳如烟打来了电话 柳如烟 曾经在任何时刻 都挡在我身前的柳如烟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找他 我找了家很远的医院 做全身体检 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诉我 顾先生 你必须适当地把情绪发泄出来 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我沉默了很久 谢谢 但我没有可以发泄的人 又能跟谁说呢 在国外那三年 最严重的是我未出血昏迷 被素不相识的同学送到医院 出院时路过人少的街道 又不幸碰上街头枪站 子弹斜斜斜打进腰侧 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 何况那时候 我和柳如烟处于分手状态 后来回国 他身边已经有了一堂城 我更是不能说 跟柳如烟结婚 我的确带着一点私心 因为无数个 快要熬不下去的夜晚 我想到那个在机场 红着眼眶说会一直等我的少女 已经干涸的心底 总会又生出一点勇气 我一边想着过去的事 一边慢慢走出医院大门 面前忽然站了个人 抬起头是柳如烟 他正死死盯着我脸色冷的吓人 声音里带着一股恍然 吴烟 你来医院干什么 我愣了两秒 忽然反应过来 他是害怕我像伊藤城一样 于是我失效 做个体检 柳如烟不相信 我只好把包里的体检报告 拿出来递给他 独独留下了心理医生给的那份 从数据上看 我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 柳如烟沉着脸 仔仔细细地把报告翻了两点 又盯着那行 腰部旧伤无大碍 这是什么伤 为什么我从来没听你说过 我正了正 在国外的时候碰上过一次枪战 受了点小伤 坐进车里的时候 柳如烟的眼神冷得像能结出冰来 我觉得无奈 盯着窗外倒退的风景看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再说两句 你放心 我对自己的身体有分寸 每年都会做体检 为什么不叫我 他忽然打断了我 接着猛地踩下刹车 把车停在路边 扯了安全带击近我 我知道他问的是今天体检 所以十分平静地看着他 只是常规体检而已 这几天伊藤诚的病情不是不稳定吗 提及伊藤诚 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像是嫉妒又像是恼怒 但最后话题还是落在了我身上 只是声音不再那么有底气 当初你受这么严重的伤 也应该告诉我 无言 这一次我是真的笑出声来 我受伤的时候 我微微停顿了一下 应该正好是你终于被伊藤诚 切而不舍地追求打动 答应和他在一起那天 柳如烟 取出子弹后 我在病床上看到了你的微博 后面几天柳如烟对我的态度 忽然变得很热情 除去磨人的夫妻生活外 甚至每天我离开公司时 柳如烟的车都在楼下等我 恍惚间像是回到了18岁 那时我们之间 除了虔诚又炽热的爱意什么也没有 我在心里反复揣摩和猜测 最后告诉他 其实你不用觉得愧疚 那时候隔着半个地球 就算你知道了也没用 柳如烟唇边原本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他深吸一口气 我不是在补偿你 顾无言 你是我的丈夫 我们才刚结婚一年多 这样的状态才是正常的 我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柳如烟放在车台上的手机忽然亮了 是依腾诚发来的消息 柳如烟竟然很罕见的没有理会 我问他 依腾诚怎么样了 柳如烟冷笑一声 和我有关系吗 反正想照顾他的人多的事也不缺我一样 我想 如果他此刻往车前近看 就会发现那里面倒映出来的是他的眼睛 眼神中满是燃烧的肚骨 我很快就知道了那是为什么 月底 我去探望一位住院的长辈 而他又恰好和依腾诚在同一家医院 路过依腾诚的病房门口时 我看到他穿着病号服坐在床上 用瘦的骨节突出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号码 病床边 站着一个黑衣棒球帽的少女 他用阴郁的眼神扫过门口的我 又很温柔地对依腾诚说 别打了 他毕竟已经结婚了 总要回去陪他丈夫了 阿诚你还有我呀 依腾诚恍若未闻 只是继续拨着柳如烟的电话 一边掉眼泪一边哽咽地说 别不理我呀 柳如烟 你说过最后一程会一直陪着我 我承认 那个瞬间我心里是羡慕他的 因为我的人生在被安排好的轨迹里前行 从来都别无选择 回家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做好了晚饭 我顺口提了一句 今天看到依腾诚他好像又瘦了 柳如烟盯盯着我 眼神一瞬间变得严肃 你为什么去找他 那目光像一把锐利的尖刀 令我顷刻间 从自我麻痹的幻梦中苏醒过来 我嘲讽地笑了笑 别紧张 我不是去找他麻烦的 只是看别人的时候恰好路过 我不是那个意思 柳如烟说着避开了我的眼神 也许是为了补偿 他提出下个月过生日的时候出去约会 去看十二点的夜场电影 连着两场 然后再一起去海边看日出 原本我是该拒绝的 只是他那么专注地看着我而提出的计划 又恰好是十六岁生日时我们一起做过的 那时候我被逼得快要喘不过起来 哪怕柳如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是敏锐地察觉到我情绪不佳 于是半夜他来敲窗户带着我出头 我们一起看了两场电影 是初恋这件小事和罗马假日 电影结束的时候 天气微微泛着白色 柳如烟骑车带我穿行在黄海公路上 最后车停在悬崖边缘 朝阳的金色一点一点从海面浮现出来 他向我表白 可能是很久很久之前了 久的他必须要带我重做一遍这些事 才能捡回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细节 所以我答应了 我说好 那意味着只是现在的他 已经不能让我的爱意和失望互相平衡 我只是不甘心 总挂念过去 那些他拉着我不让我坠落下去的时光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了身边的柳如烟身上 他也没有在看电影反而很焦躁 偶尔拿出手机看一眼 又像被刺痛了那样放回去 我安静地提醒他 在震动 有人给你打电话 柳如烟勉强扯了扯唇角 不用管他 今天我是来陪你过生日的 可怜又可笑的事 我真的相信了这句话 电影结束 柳如烟接通了伊藤诚打来的第28个电话 那边传来绝望的哭泣声 柳如烟 生病真的好辛苦 我吐了好多血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柳如烟 在我眼神的注视下 柳如烟平静地收起手机 然后低头过来亲了亲我的脸颊 我去趟洗手间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在那家偏僻但离还很近的自人影院门口 等了很久很久 终于给柳如烟打过去一个电话 他关机了 挂断电话 我发现伊藤诚来申请了我的微信好友 我通过了 他很快发来好几条消息 对不起啊 无言歌 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只是太想证明我在他心里的重要性了 你是柳如烟的白月光 无论我怎么对他好 都动摇不了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可我现在生病了快死了 就让我最后再任性一次吧 白月光 白月光这个词真的好恶心啊 心里有股暴虐的情绪在横冲直撞 我还没来得及回子 一侧忽然有只手伸出来 巨大的力道把我往小巷子拽 我摔在地上 膝盖和手肘擦过粗粒的地面和墙壁 一阵阵钻心的疼 然后抬眼对上一双阴郁而疯狂的眼睛 有点熟悉但又很陌生 是那天在伊藤诚病床前的黑衣少女 你就是柳如烟的丈夫 什么玩意儿也敢让阿诚不开心 她每天每夜都在受癌症的折磨 而你呢 开开惺惺坐着你的大少爷还不够 还要抢她喜欢的人 让她生命里最后的日子也过得不痛啊 她压着棒球冒岩残忍地看着我 怎么痛怎么来 记住别让她晕过去 天际一点点泛出白色 日出快要来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伊藤诚很可怜啊 一无所有的 明明是我呀 那些智力破碎的画面又一次闪过脑海 这一次看得稍稍清楚了点 六岁的时候 我妈忽然确诊了乳腺癌晚期 哪怕做了全切除癌细胞还是扩散了 她躺在床上 身上的生机一日比一日更微弱的时候 家里来的人是我小姨 她的双胞胎妹妹 和我妈长得有八分相 她就这么自然地顶替了自己姐姐的位置 接过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 我爸也没有丝毫不满 因为他很清楚两家人是必须要捆绑在一起的 那时候我才六岁 对一切都似懂非懂 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喊小姨妈妈 又为什么她才来我家一个月 我就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只记得我妈走的那天 很用力地握着我的手 无言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健康地活着 这句话后来变成了我的枷锁 以至于在每一次听到伊藤诚说她不想死的时候 心中都由然而生一股荒谬感 想好好活着好好被爱的人生患觉症 而想死的人必须带着窥坐活下去 在家的时候我不能做很多事情 因为我是长子 要肩负起顾家的责任 但弟弟可以撒娇 可以自由地做一切想做的事 可柳如烟恋爱的事情被知道后 我爸让小姨来找我谈话 她穿着我妈的旗袍 带着我妈的珍珠项链 心灵而怜悯地看着我 你想恋爱可以 别把第一次交出去 不然就不值钱了 顾无言 你是哥哥呀 不会想让自己的弟弟替你承担责任吧 20岁的时候他给了我两个选择 要么立刻娶比我大了整整20岁的 我爸最近啃不下来的商业合作对象 要么去国外念商科毕业后回来 顺便帮忙打理公司 我选了第二条 回国后不久 他们又开始四处评估 有谁是适合结婚的对象 要和什么样的人家绑定在一起 才能实现顾家的利益最大化 他们考虑的理智清醒又周全 唯独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索性那时候柳如烟向我求婚了 我答应了他 我以为他能像之前很多年一样 拉着我在深渊边缘行走 努力不让我掉下去 可他的身边已经有了伊藤诚 裤子被撕扯得不成样子的时候 我终于摸到了被脱下来扔在一旁的皮鞋 然后举高用力砸下 温热的血溅在脸上 男人软着身体倒下去 我举着染血的皮鞋贴着墙慢慢站起身 几步之外 少女听到动静转过头看着我 她的眼底有一块阴云 有点本事 我喘了两口气对她说 一直都是你的心上人伊藤诚对不起我 你再喜欢她 她的心里还是只有柳如烟 哪怕柳如烟结婚了 哪怕她快要死了 她也不会考虑 你闭嘴 她暴怒地冲过来叶尔光甩在我脸上 如果你不答应柳如烟的求婚 他们吵过就会很快和好的 她会和柳如烟过得很幸福 脸颊又痛又发疼 我仰头看着她镇定地笑 我为什么不能答应呢 如果伊藤诚和柳如烟吵架后 说要和你结婚 难道你会拒绝她 她要死了 你有天大的本事 也没办法治愈她的挨症 只好把怒气发泄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 我顿了一下轻轻吐出两个字 废物 这么舍不得就该陪她一起去死 那个瞬间 我想起那个一脸严肃的医生说过的话 顾先生 你必须适当地把情绪发泄出来 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果然如此 少女愣愣地看着我 但傻 忽然凄厉地哀嚎一声 沿墙壁缓缓下滑 在地上蜷缩成一团 她哭得那么伤心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有些不解 他们这些人总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可憐的人 伊藤城柳如烟 还有她都是一样的 我勉强把破破烂烂的裤子整理好 走出小巷时 遥远天际的日出正好站出第一道金光 然后一点一点 直到光芒填满整片昏暗的天空 很美丽的风景 所以有没有柳如烟在身边陪着我看 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我打车去警局报了警 把染靴的皮鞋递过去问警察 我这算不算正当防卫 年轻的女警察看着我 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满是怜惜 顾先生 你放心 你身上的痕迹能证明对方是蓄意伤人 只是你还好吗 我说还好 可能有点痛 不过伤口我自己会处理 需不需要联系你的家人来接你回去 能联系谁呢 我垂下眼笑了笑 不用了 我家里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 做完笔录我就回了家 然后把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找出来 签完字寄到了柳如烟公司 在处理这一切的过程里 柳如烟始终没有联系过我一次 但我能从伊同城的朋友圈里看到 他陪她去了云南 理由当然和用过无数次的那个一样 他快要死了 这是他的遗愿 在苍生而海 他坐在秋千上被他高高的推起 完好无损的裙摆飞扬在风里 他说柳如烟 等我死了 你就把我的骨灰埋在这里 我想做个自由的灵魂 如果你偶尔想起我就来这里看看风景吧 多浪漫啊 他连死都要死得这么浪漫和深刻 要柳如烟一辈子都怪免了 我翻完这条朋友圈 诺然地删掉伊藤城的好友 其实我能猜到柳如烟的想法 他不联系我 是带着一种近乎自我欺骗的逃避 仿佛只有他不跟我说 默不作声陪着伊藤城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再回到我身边 我们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那样继续走下去 但不可能了 离开这座城市前我去见了一个人 是我和柳如烟共同的朋友 叫沈又楚 因为性格原因 从小到大我也没交到几个朋友 他勉强算是一个 我要离开了 他筋得站起来 不是吧 你也得癌症了 我失效 怎么可能 就是想换个城市不在这里待了 那顾家的公司和家业怎么办 不要了 我平静的说完又重复了一点 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要 其实所有人都清楚柳如烟 在和他患有绝症的前男友纠缠不休 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 所以当我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家里时 小姨温柔的说 没关系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二婚也不会没有价值的 我笑了笑 我没有价值 别妄想了 顾家的公司还给你们 你一直惦记着的属于我妈的东西 也早就是你的了 我说 如果不想顾家逼死长子的丑闻传出去 就放我自由 他那双清零零的永远温柔如水的眼睛 第一次出现了憎恨 仿佛是出于抱负 他压低了嗓音轻轻地说 不怪你 吴言 你的妻子宁可去陪一个死人 你也确实可怜 在我对柳如烟的爱和期待消失无踪之后 这句话已经无法给我带来伤害 我告诉沈幼楚 总之 如果柳如烟来问你 别告诉他我去哪了 顾吴言 你什么都有 柳如烟 我什么都没有 唯一一句还活着的去窍 听沈幼楚说 我离开后没几天柳如烟就回来了 他孤身一人 身边没有伊藤城 大概他还是没有挺过去 只是死在沧山而海也算实现了他的遗愿 柳如烟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我都没有接 他又发来消息 什么意思 你要跟我离婚吗 吴言 我没有回复也确实没有回答的必要 沈幼楚告诉我 柳如烟像一头焦躁的困兽四处寻找我的下落 甚至找到了顾家群 他闯进去的时候 我爸和小姨正商量着要不要把我抓回去 娶那个年于五十但有权有势的富婆 顾无言 你不知道柳如烟当时的表情 沈幼楚在电话里跟我感慨 而且你之前不是报警了吗 警察寄了回职记录到你家 还打了电话说联系不当 不过那两个犯罪嫌疑人已经抓到了 后续的一些消息也是沈幼楚告诉我的 柳如烟找到警察局去问了那天的详细情况 也许是处于对我的同情 女警事无巨细地告知了他 然后柳如烟就崩溃了 走出警察局 他就那么跪倒在路边哭的声嘶力竭 当时沈幼楚就陪在他身边 看着柳如烟抬起轰红的眼睛又问了一遍 你究竟知不知道吴烟去哪了 不知道啊 沈幼楚看着他无奈的怂怂间 你知道的 顾吴烟性格就那样 五不热 我们谁都跟他不熟 他只认你一个人 这话好像彻底把柳如烟击垮了 他开始疯狂地调查 这些年我都经历了什么 在国外那三年又发生了什么 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每被揭开一点 柳如烟就更崩溃一点 我想他一定很后悔 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但覆水难收 听闻柳如烟的痛苦 我也并不觉得快意 心里只剩下漫无边际的默然 何况无论是当时经历这些 还是如今回忆起来 我心里其实都很难有什么激烈的想法 因为一直以来 我都像一具行尸走肉那样活着 只有柳如烟能调动我的一点情绪 让我在一潭死水般的生活里 找到一丝期望 如今也都消散 那天沈幼楚告诉我 我们以前念过的那所高中 举办校庆典礼 邀请杰出校友回去参加 我和柳如烟的邀请函 都被寄到了柳如烟那里 他回去看望老师 曾经的年级主任很感慨 这么多年 你和顾无烟一直都在一起 还结婚了呀 真是难得 很少有年少情侣能走到这一步 柳如烟默然地站在那里 听年级主任一句句念叨着过往 都是被他刻意尘封在 记忆角落里的那些细节 他肯定想起来了 十七八岁那阵他有多爱你 哪怕高考完我们一起喝醉了 走在路上他都念叨着 未来要和顾无烟结婚 沈又楚说着停顿了一下 所以走出学校的时候 我告诉他 别装了 顾无烟在国外整整三年 你都没想过去看他一次 只顾着和伊藤成纠缠 何况他现在已经对你死心了 柳如烟是个很聪明的人 就从这句话里 他就猜到了我和沈又楚 还有联系 于是想办法从他那里 找到了我的联络地址 那天下午 我拎着一袋药从医院回来 发现柳如烟就站在门口 看到我的一瞬间 他眼睛就红了 无烟 无烟 你也生病了是吗 没有 我很健康 我淡漠地说 只是一些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药物而已 我吃了很多年了 暂时不会危及到性命 至少不会像癌症那么无可治愈 说完 我越过他就要往院子里走 然而柳如烟一把抓住了我的一百 哀求是的说 无烟 我不想和你离婚 我觉得很荒谬 因为我对他的爱 并不是一瞬间消散的 而是在他一次又一次地 选择伊藤诚的过程里 一点一点慢慢消磨干净 如今伊藤诚过世了 他又回来找我 算什么呢 于是我冷静地建议他 其实 如果你舍不得伊藤诚 可以陪他一起走呢 我没有舍不得他 这一句默然抬高分背后 他的声音又低下来 我一开始就说过 伊藤诚他得了癌症快要死了 我只是觉得愧疚 想陪他走完最后一程而已 我已经数不清 这是他第几次在我面前 提到伊藤诚的病了 好像因为他得了癌症 所以全世界都得 无条件地迁就他 死亡面前一切让道 于是我终于笑起来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不就是癌症吗 不就是快死了吗 难道只有他一个人经历过吗 这么多年 我哥过腕烧过炭 也吃过好几次药 只不过每一次都被救回来了而已 他在你面前哭着说 自己活不了多久的时候 其实我是羡慕他的呀 我羡慕他可以没有拘束地死去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和他换了 让我死 让他好好活着幸福地和你在一起 所有人都得偿所愿那样更好 柳如烟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他的眼睛像两汪深不见底的湖水 而此刻浮现出 失灵灵的绝望和痛楚 无言 我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话 后面的话柳如烟终究没有说出来 因为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明明犯错的人是他 伤害我的人是他 可他在我面前哭得这样惨 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哪怕是这个时候 我心里也没什么太大的情绪波动 柳如烟 人总是会变的 人也是可以变的 所以哪怕你20岁时说过要等我 却在21岁时就变卦了 我也没怪过你 我是真心喜欢过你的 喜欢到这么多年 也只有你能牵动我的情绪 哪怕一开始你放弃我 义无反顾地奔向伊藤城 我也可以不计较 只是 这份喜欢已经被你 亲手一点一点消磨干净了 不管是你还是伊藤城 还是那个喜欢伊藤城的疯子 你们伤害我的理由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什么都有 我过得幸福美满 而你们总是进退两难爱而不断 有各种各样的缺害 但现在 我放弃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可不可以放过我了 柳如烟终于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偶尔 我会从沈幼楚那里听说几句关于他的消息 比如那两个犯罪嫌疑人忽然死在了牢里 比如柳家忽然开始不计后果地打压顾家的公司 哪怕用高的不合理的价格也要把单子结下来 最后顾家破产柳家也元气大伤 那经过了我二十多年的纯金枷锁终于崩塌湮灭 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难得愣了片刻 然后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了酒 因为洗过好几次味 所以我的胃一直很脆弱经不起酒精的刺激 偶尔去酒吧 我也只是点一杯酒放着并不会喝 但人生难得有喜事多少还得庆祝一下 我抿了两小口 感觉微不微微作痛就把酒关放下 这时候手机忽然响起来 是柳如烟 他那边传来的声音里也带着一笔罪 吴言 我替你出气了 一瞬间 我好像被这声音拉回了十四岁的时候 我被人欺负 他跑去找人打架 最后带着满脸伤口回来找我 是我打赢了 吴言 我替你出气了 那是我喜欢他的开端 但很快回过神来 挂了 柳如烟黄吉又不知所措的说 别挂 吴言 我就想再听你说两句话 我笑了笑 你有没有再去沧山二海看过一滕城呢 柳如烟没有说话 但电话那边的呼吸声忽然急促起来 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忘记告诉你了 其实那天晚上 你抛下我去找一滕城的时候 他就来加了我的好友 所以接下来 你们旅行的每一站做了什么 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柳如烟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事 但我并不会因此就对你产生一点感激 你不配 夜风混着月光轻柔地吹过来 两久两久 柳如烟的声音终于又响起来 带着尖色的哽咽 我不配 吴言 一切都是我的错 该受折磨的是我 求你好好活着 我什么也没说 只是挂断了电话 前两天去医院复查 医生说我的情绪已经好转很多 或许是逃离了一切沉重的负累 反而让我多出一点往下走的勇气 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再梦到十几岁的我和柳如烟了 我把啤酒罐丢进垃圾桶离开了阳台